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丘为期教室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1991年韩国第八期大王战挑战赛当中的一盘棋 最近的双方是李昌浩和曹勋炫 当时曹勋炫还占据着大王的头衔 挑战者是李昌浩 这盘棋曹勋炫得非常强硬 却遭到了李昌浩极其冷静的反击 双方吓得非常激烈和精彩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 这盘棋李昌浩是黑仙行 白棋是草心炫 黑棋星小木 白棋二连星 黑棋布下的中国流 白棋能挂脚 黑棋单关 白棋小飞进脚 普通的中国流是要在这条边上行棋 那么实战李昌浩就简单的一个小尖 白棋拆耳 黑棋挂脚 白棋小飞硬 黑棋小飞进脚 白棋小尖 黑棋小飞的一步 那么白棋当然要打路 黑棋尖顶 白棋长一个 这时候黑棋小飞加攻这两个白棋 这个小飞也是非常的积极 配合右边中国流对这两个白棋展开进攻 那么黑棋看上去白手是应该跳出去 但是遭到白棋这种拆边 黑棋跳一格 白棋再跳起来 下边的白棋非常的坚实 那么右边的中国流就难以发挥出他本身的那种进攻能力 黑棋小飞以后 白棋也小飞出头 看上去这手棋非常的奇怪 这一带白棋的联络还不完整 但是将来白棋这里有搬 黑棋搬住 白棋就有打吃 实际上这里的联络非常的完整 而且下一步白棋将要封锁这里的黑棋 黑棋当然要飞出去 那么这个局面下白棋的奔锁是要跳出去 那么黑棋在这里跳起来 然后白棋占手脚 那么走成这个局面 双方还是一盘非常漫长的棋 但是在这里 草心炫走得有点操之过急 马上正了过来 黑棋先点压上方的拆尔 也是为攻击这些白棋做一下准备 然后黑棋飞起来 分段两块白棋 下一步如果黑棋在这再飞一个的话 那么右下角这个时空效率非常的高 白棋也吓得非常的狠 直接就跳了进来 黑棋当然要对这三个子展开进攻 攻在这 也是要瞄着这两个子之间的联络 白棋当然要贴出去 因为这里的黑棋非常的厚 黑棋呢就强硬的搬住 白棋先从二路搬了一个 黑棋搬住 然后呢白棋切断黑棋 双方啊在下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黑棋先打吃一个 这是行棋的步调 然后黑棋再贴回来 白棋往上拐 黑棋退回来 那么这里的白棋完全被封锁 白棋先打吃一个 黑棋接住 白棋它不肯在下面直接就地做活 而是呢还要瞄着黑棋的联络 准备分断这里的黑棋 黑棋先虎一个 白棋当然要长出去 然后呢黑棋冲 白棋搬 黑棋切断 白棋挡下来 双方在这里互相切断 这些黑棋非常危险 黑棋又在这里靠了一个 这也是出头的手筋 如果白棋从这里冲 黑棋就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就从这个地方啊 一路的打出去 这里的黑棋出头以后 白棋从这里搬了一个 黑棋单关 这也是棋型的要点 黑棋在下方守住以后 白棋马上就从这里冲断了黑棋 黑棋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提掉 然后呢黑棋连接 白棋在这里吃掉一额子以后 马上靠下来开始处理这些白棋 但是呢这种下方显得有点勉强 这里的白棋有点苦 那么对待这个棋型啊 李长浩走了一步非常冷静的一步棋 就是在这里呆病了一个 这时候起不太容易想到 不单破掉了白棋下方的眼位 而且也让这里白棋的出头啊 变得非常的窄 白棋呢跳一个 黑棋跳下去 白棋一挡 然后呢黑棋顶住 白棋立下来 黑棋挡住 黑棋在右下角处理的非常的简明 那么这里的白棋呢 也只好从这条狭窄的道路当中啊 冲出去 白棋冲 黑棋长 白棋继续冲 黑棋长出去 然后呢白棋一靠开始啊 进攻 下面两个黑棋 黑棋当然要搬 如果白棋退的话 那么黑棋跟着从下面爬 爬到这个地方 黑棋的联络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白棋也找不到眼位 所以说白棋在这里呢 穿了相眼 黑棋打吃 白棋接住 黑棋后视的挡住 白棋也只有连接 黑棋小间 那么这些白棋唯一的希望 就是要和上面的白棋进行联络 于是白棋在这里靠了一个 黑棋搬 白棋退 黑棋一虎 当然这些白棋和上面的联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被黑棋唬到这 这里的白棋又变得危险起来 那么在这里的下方啊 曹勋炫显得有点狼狈 如果白棋现在就联络的话 黑棋马上就动手吃掉这些白棋 所以说白棋还要冲击黑棋这里的弱点 切断 黑棋连接 白棋藏出去 黑棋倒下去 如果这些白棋全部死掉的话 那么这些白棋联络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白棋还要先处理这些棋 黑棋呢又在这里点了一个 这手棋非常好 将来如果白棋从这里挤断的话 这里还留着一个打结 那么黑棋一接 那么这个子将发挥它的作用 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这手棋的作用 黑棋点了个以后 白棋马上打吃 黑棋连接 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立下去 这也是对杀的一个要点 白棋挤了一个 黑棋没有从这里接 接了以后马上就产生一个打结 那么黑棋呢 厚实的接在这 这个时候如果白棋切断的时候 黑棋马上会从这里打吃 白棋一连接 那么这手棋就可以冲断白棋 那么这手棋的作用呢 也表现出来 当黑棋后世的接到这里以后 白棋不得已还要冲出去 黑棋后世的切断白棋这里的联络 白棋唯一的希望 就是要和这里的黑棋进行杀气 黑棋打吃 白棋体验好 黑棋唬一个 然后呢 白棋拐了一个 黑棋当然要挡住 白棋冲 黑棋挡住 白棋切断 那么白棋呢 又把右上角的黑棋切断 双方啊 在这里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 黑棋这个头当然要长出来 白棋开始收气 黑棋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挡下去 白棋在这扑了一个 黑棋提掉 白棋打吃 黑棋连接 白棋又挤了一个 把这只眼挤成假眼 黑棋挡下去 白棋一夹 黑棋搬住 白棋小剑 看上去上面黑棋这个器也非常的紧 黑棋挡下去 白棋挡 双方都在这里互相收气 黑棋打吃一个 白棋提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李昌浩忽然从这里吃掉这些白棋 这里的黑棋非常的厚实 那么当李昌浩走到这里的时候 也算清楚了这里的对杀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棋继续收气 黑棋也只有连接 白棋立下去 下一步就要叫吃这些黑棋 那么这时候黑棋忽然扑在这里 这手棋非常的巧妙 白棋吃掉 黑棋就提掉这个子 在这里黑棋形成一个连环结 那么这里的白棋就全部死掉 那么这条大楼现在也非常的危险 唯一的希望就是冲击黑棋这里的弱点 白棋挤了一个 黑棋当然切断 白棋扑 黑棋打吃 白棋一挤 黑棋提掉 白棋扳 黑棋挡住 白棋一挡 就是下一步白棋再走的话 黑棋这里是接不归 所以黑棋后视的连接一步 白棋打吃 黑棋接住 然后白棋继续打吃 黑棋连接 白棋不得已还要搬在这 避免黑棋这里切断白棋 黑棋贴下去 把自己的气宽出来 白棋一看也没有办法对这些黑棋展开进攻 所以说白棋又从这个方向跨了 所以说白棋又从这个方向跨了出来 要求在这里形成大空来抗衡自己死去的这些子 黑棋退一个 白棋一飞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的作战啊 也是尽可能大的把这左边的时空啊撑起来 黑棋马上切断 白棋打吃一个 黑棋立下去 白棋切住 黑棋一挤 非常的巧妙 如果白棋打吃的话 那么黑棋顺势就尝进去 所以说白棋在这里还要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连接 黑棋打吃一个 白棋接住 紧住这两个白棋的气 然后呢 黑棋从这里冲出去 白棋打吃 黑棋一跳 白棋呢 闭住 这些黑棋还没有完全成活 这个时候呢 李长浩呢 又从这里爬了一个 抢占大关子 同时呢 对这里的白棋展开进攻 白棋当然要搬 黑棋 踢掉 那么要吃掉这里的白棋 白棋呢 寻找劫财 黑棋呢 踢到这 然后白棋再踢回来 黑棋挡下去 白棋连接 然后呢 黑棋打吃 白棋 站住 黑棋呢 这里切断 白棋再 冲一个 黑棋一尝 白棋也只好 打吃 这两个黑棋 那么黑棋呢 就需要在这一带作业 黑棋在这里 靠了一个 白棋不敢搬 因为这一带啊 黑棋有很多的先手 所以说白棋也只好退 黑棋打吃 白棋 踢掉 然后呢 黑棋 摘着一顶 那么这些黑棋就成功的作破 那么这里有 打吃 下面呢 有斑 这里黑棋 作业不成问题 这里黑棋成功以后 那么这盘棋呢 李长浩 就战胜了 曹勋炫 好 这盘棋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等会儿 在开 eee 谢谢大家